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的計畫是叫做林愛國招募計畫 那我們在過程中就是徵求他們都是生理男性 那在他們成長過程中 曾經因為比較陰柔的氣質被欺負過的人 那我們請他們來進行為期兩個月的 儀隊的訓練 並在元旦的時候 在早上六點的時候 進行一個儀隊的表演 一開始是因為這個空間 然後給我們一些這個靈感 就是做了儀隊這件事情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也有討論到像學生儀隊 這種大型的儀隊的表演 在國家的節慶 或者是重要的場合裡面 我們在討論的重點比較像是精英化這件事 它是一個這麼智識化 但是是一個這麼完美的演出 我們比較要把它重點放在完美的演出上面 關於社會跟空間還有國家 它怎麼樣去處理 對一個人一個群體的規訓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儀隊這個東西它很像是 很像是一個勳章很像是一個表彰 就是被規訓的身體或是意志 它有可能是可以成為一種榮耀 除了儀隊操練之外 那我們還設計了一些課程 例如說在今天 例如說你要怎麼自拍 可以比較man 然後或者是說你要怎麼鍛鍊你的身體 或你要怎麼穿衣服 什麼樣的時尚穿搭 比較man 它同樣是在呼應一個就是 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習慣跟實踐裡面 還是會碰到這樣子一種性別氣質認同的問題 其實我們參與一下美術館 或者是比較展覽性的作品的時候 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並不是一個靜態的作品 而是它是一個有時間性的 比較像是一個Durational的演出 參觀者來到空總都可以看到 這群人他們有一些進程 他們的操練 然後我們的排練到最後的演出 它比較像是一種作品成長的過程 被展現在觀眾面前 2019 林愛國信元旦 典禮開始 我張浩參加林愛國招募計畫 決定成為一個熊嬌嬌欺揚昂的男子漢 騙你的 就是在錯誤與錯誤之間 其實那時候我們試圖想要讓那個他們練習的軌跡被看見 所以他們每個人又寫了一段自己的台詞 自己的感想 然後讓那件事情是在現場 它用另外一個方式也被呈現出來 今天的那個展演完美不是目的 而是他們試著要完美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是這個林愛國計畫想要去處理的那一個部分 裡面 理晨 一 幾百 一 二 六 八 八 一 一 八 一 二 五 一 三